大家好 歡迎來到星期一的各場快搭時間 先提提大家 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先看到港股才回答大家的問題之前 恆治今天高開211點 報22948點 之後升幅擴大 曾經升過504點 報23241點 但是之後就調頭向下 曾經倒跌過16點 報22719點 現在又轉升分 暫時是升242點 報22979點 想問一下郭老師 面對市升升跌跌 我們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我想這樣看法的市 其實明天開始有北水 大家在想一樣 北水明天入來是買貨還是沽貨呢 其實大家不知道 但是好像聽聞內地有政策再出台 即是市的升勢似乎是有點辱話不能 但我就用另一個角度來講了 這個月的指數是由2號的低位21,442 去到今早的高位23241點 4個加月天 已經升了1799點 再務高追入的話 你是必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 我自己覺得市是需要透氣的 實際上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以指數今早最高見的23241點 怎麼算呢 那一刻距離的250天線 17355點 有成5886點 差距很緊要很緊要 那我都是擔心後續的大市去到月中了 是需要稍微消化的 不過現在的大市仍然僅構高抬了 那就是有很多股份 其實短短一個月已經升得不少了 剛才我才按一按來看 那隻好像291 大概由22元去到近日的高位 已經升了50幾個巴仙 我講的是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青啤也如蝕 簡單說其實有不少股份 升了一倍 好像9001 上個星期還有多少 16、17萬 現在到35都見過 這樣的升勢 大家認不認爲是急了一點點呢 那如果再務高追入的話 買些未升的股份 可能一路都是不會升的 但問題是買些升的股份 已經升了50個巴仙 80個巴仙 所以我覺得都是透透氣比較好些 靜觀其變 等到明天回來了 看看北水怎麽做法 看看政策又怎麽推行 不過就算政策真的出台也好 其實市已經走了來等的了 有少少先走一步的了 所以今天再務高追入 都是不要那麽急 不要那麽用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純粹個人的看法 明白的嘛 各位朋友仔如果入市就要想清楚了 跟著我們看一下觀眾問題 朋友仔問題啦 有很多問題了已經 先看一下Sandy先啦 那他想問一下郭Sir姐 857中石油的 那他就說 他之前就6.7毫錄買了的 那今早因為閃閃 那他就走不了 那他就問 請問可不可以有機會上去 7.07先呢 那今天的高位 7.07先 那很多人呢 買了貨當然是想賺錢的啦 但是最緊要就是呢 油價這一陣的上升呢 是因爲中東局勢進一步緊張啦 所以變了呢 我自己覺得呢 那857的股價呢 始終要站回到7元流上啦 事實上拉扯一點點看啦 由8.356 一路跌到去低位5.354呢 這個就當你中期的調整啦 那但是近日有個小小奇上的走勢 就是 股價呢 已經慢慢慢慢逼近去到8月的高位 那成不成功突破 我現在這一分鐘不能夠太過肯定 但是857作為 啊 現在這個股值來講呢 都是7倍的市盈率的 超過7來的股息 就算進不能夠攻 退到一定可以收 你是不是真的看7.07先呢 是的 是不是暫時拜拜先啦 反正一兩胡子上落 不要緊要 還有一件事想講講 見過7.07先 哎呀沒有走到可惜 事實上 7.07先那一下呢 沒有人知道是暫時今天的頂 就算你說見到你估 你都未必估得到的 因爲你要給下去的話 可能是7.067.05先 不會啊 那麽巧啊 踏鏡7.07先就給你估得到的嘛 是不是 所以 要做一些短線的炒作呢 就不要 一定要堅持自己看著 當日的最高價 我來到才走 最緊要看著那個勢頭 那個勢頭如果是好的話呢 吃著那個勢上 順勢而行就比較好 將來你會明白我的意思 嗯 好 那看完8.57之後 不如看一下 Anson的1918 融創中國啦 那他就說 融創升了這麽多 還可不可以入啊 那他就是打算中線部署的 我就是 不懂得怎麽和你分析 因爲對於內房呢 我的態度呢 一路都是比較保守 因爲對於這麽多 都不知啦 國家有政策去扶持回 內房呢 這個是正面的 那實際上 內房股也都升了不少了 整個月的低位 仍然是9毫子 最高推到上去5.51 你想想升了成5倍多了 後續當然是投機性的啦 一定是投機 問題就是會不會再投機這麽意思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內房股呢 根本上是蓋樓工廠 去買地 蓋樓再賣了去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內地 蓋好一個樓的量呢 是足夠成30億人住的 即是說 內房股未來呢 它重中之重就是補膠樓 或者國家都希望呢 民眾呢 有一個置業的信心 從而呢 慢慢慢慢去置業 那可以釋除了 舒緩了 內房那個財務的壓力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內房很多的境外的債呢 暫時來說都是沒有法子去解決的 所以 內房股呢 看起來好像很好炒 但是呢 要捉呢 不是那麽容易捉的 你問我對內房股怎麼看呢 我仍然很保守 即是如果要買的話呢 真的要選的話呢 都是6800 1109和123 但是我是不會選內房股這個板塊的 因為現在重中之重呢 對政府來說呢 就希望民眾呢 重建回那個自業的信心 從而令到呢 內房發展商可以減債 那嘛 而內房發展商最重要呢 就是補膠樓 很多民眾呢 是買了樓 正在供的 但是層樓就收不到的 其實真是很慘的 所以 大氣候我覺得還是未到 不過投機性的炒作就另計了 這個是看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從來都很難預測 但是你問我的話呢 對羅房的板塊呢 我是比較保守的 嗯 好 收到 然後看完Anson問題之後 我們看看Ivy Ivy想問一下郭Sir 2238講起的 那就問可以上網看幾多 看到今天都升了7%了 是啊 那一年的高位3.75% 看著一年的高位 現在暫時來說 再向上走的 就3.75%了 那以往績來說 7倍的市盈率 那 息率就有4厘 那我想呢 就由一個月的低位2.1號6 那這個也是一年的低位 走到現在呢 就技術上的反彈的勢頭 是很明顯的 而且股價已經回到 所有的平均移動線之上 你等一下看那個圖 可以了 今天3.75%了 是輕輕突破了 4月和3月的高位的 目標 一年的高位就是 3.75% 過了3.75% 才再進一倍向上網 過去一段時期呢 它的成交都不是很顯著 直到近期來說呢 可能有一些熱錢流入 造成了一個技術上的上升勢頭 不過看回頭 由上天這幾天下來呢 它的交頭呢 都是有一點點背遲了 就是簡單說 股價不斷向上找高位 但是動力那方面 不是這麼相配的 這一點你要留意了 好 收到 接著繼續看一下 觀眾朋友的問題 看看Elsa Elsa呢 就想問一下2388 中銀香港的 那它就是24.5%買了 想問上網看幾多 25.85% 本來是一個月和一年的高位 今天已經穿了 最高見到26.25% 簡單說 現在處於一個續沉頂的形態 包括匯控也如是 如果24.5%有貨的 暫時放在這裏 這個是一個舉例 整個月的低位 22.5% 去到現在這一分鐘 25.9% 頭尾都是升了10% 我想說的就是 傳統股份的升幅是比較慢的 其他股份 一天都升30%了 如果你買得去的 你一定是中線的部署了 那八倍的市盈率 有6.6%的股息 暫時來說就是按兵不動 繼續拿著 就不要介意去升得慢 看多少 你買得匯控 你買得渣打 你買得941 你買得中銀 你全部都是中線持有的股份 就不要急於說 我要看多少 我要看多少 不過順帶一提 股價的走勢是越來越偏強的 因為這一刻 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過多兩個交易天 所有平均移動線的排列 將會回復一個正常的形態 包括50天線 已會突破了一條100天的平均移動線 技術上是有來後市的發展 但同樣有一個比較可惜的 就是近期的成交 有少少是輕輕放慢了 就是向上升的動力 不是那麼足夠 不過不要緊 其實你買來了中線的部署 都沒有買錯的 收到的 觀眾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跟著我們看看下一位朋友 不如看看Wing K 他想問一下郭Sir178 莎莎的 他就是7毫半有貨 想問上網可以看多少 今天暫時升了1成6 那就當然了 近期大家見不見到 市面好像熱鬧了很多 我去吃早餐 今天我很久沒見過 是全部坐滿了的 可能就是國慶價 那些來地人 來了香港也比較多 還有近期股市上升 大家那個消費的心情都好一點 那莎莎來說 我想暫時來說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就是一直以來 它的股價都走在250天線之下 你看到黑色天 是在8毫日的 今天已經正式突破了 那紀律上來講 一年的高位1.5元 會不會馬上快到呢 我不知道 不過看回頭 3月份有個高位 是1.06元 我想現在這一分鐘 看回到9.5元 到1.06元 如果你純粹是短線的炒作 那就暫時等等 還有今天它的動力都夠的 如果相對近期 起碼過去這個星期來講 今天的成交量是最多的 所以它上升得來 紀律上突破得來 也有動力的配合 9.5元和1.06元 暫時就是上網的目標 好 觀眾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不如先看看 Susan 她想問一下郭Sir的354 中國軟件國際的 她有4.8元有貨 想問上網可以看幾多 幾錢指贈 真的開心 4.8元有貨 你現在股價已經去到7.86元 上天還是6.47元 今天一個高開之後 最高見到7.98元 這次的指贈好嗎 我想上天的收市是6.47元 沒理由撤到這麼低 以現在7.86元 你自己在看一些 我想放下7.4元錢 或者7.3元 你自己決定 幾毛錢可以反覆 不跌穿的就放下指要 但如果跌穿了 那就賺了算數 這首貨你買得相當好 而且你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很多四個多人不少 買了五個多 賺點我都走了 那就吃不到後面那一部分 那你現在可以吃光了 那7.4元 或者7.3元 只能放下指贈 進一步向上網 它可以升多少 我都很難估計 因為最終都要看 資金入市的態度異定 如果走得一陣 比較高一點 你可以將指贈位再上跳 總之 事實上一天 跌穿的指贈 最低限度吃一半 做法應該是這樣 明白 觀眾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我們再看看 下一位朋友就是Amy 她想問一下郭Sir 是861神州控股的 她就說 今天升很多 看到暫時升1.3元 她就問現價 可不可以入上網看多少 唉 我就不敢給太多意見了 因為861的股價 是相對大幅來說是低的 但是如果你看看幾年圖來說 其實它仍然下跌了很多 我記得應該是由 六個幾 五個幾 四個幾 一直下跌 最低去到兩元以下 不過由一個9.3元到近日的高位來看 其實已經是升了不少的了 最低限度 她股價這一分鐘 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下 技術上 形態上 有利於進一步向上挑戰一年來的高位 其實不是很遠的 是早前見到3.59元 你要買的話 我只能夠說 你當然知道 技術上是看好走勢 但是我都順帶一提 其實它一路以來的股價 交投都不是那麼刺激的 所以如果純粹是投機性的炒作的話 上天的收市還是3.01元 已經升了很多 如果突破了3.59元 你看3.8元 看4元沒有問題 最重要是做一點點風險管理 一旦3.2元錢 技術上一旦跌穿了 理論上的收貨就不應該漏了 3.2元是一百天線所在 你可以放低一點 3.1毫半或者3.1元都不要緊 反正再跌穿就不再漏 純粹是短線的投機性的保存 好 Amy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來看看RingRing RingRingS想問一下郭Sir 2899指甘的 就問可不可以上網看高些位置呢 股價已經升了不少的了 金價上升其實緊貼的都是黃金相關的ETFR 例如2840 紫金也好 招金也好 始終都是股份來的 就要看估值 以現在來講 20倍的市盈率 其實估值不算便宜的了 一個月的低位還是13.52 去到現在這一分鐘 已經升了40多個%了 短期來講 很大機會是處於一個試頂的形態 頂就是19個7.77 近期來講 有一個紀律上的走勢 我也想順帶一提的 股價是一直向上推升 但是它的成交是完全不配合的 所以你問我可以上網多少呢 暫時一年的高位19個7.77 也是暫時的上網目標 但是由於動力不是那麽配合 一旦18元失守 這些收貨就似乎不是那麽好 順帶一提 上天收市是18.55 今天指數再創新高 曾經升過505點 但是股價現在是輕輕到跌的 所以要留意一下 18元失守之後 這些收貨就不應該留了 明白 明明可以考慮一下 接著我們看看阿森 阿森想問一下郭Sir 268金碟 它是9.75買了 接著9.95又走了 還有兩手 那兩手是12元下貨 還未走 可不可以等什麽位才走 這裏有少少問題 12元下貨有兩手 是嗎? 是 但是9.95買了一手 你可能扣一扣 都不理會出發點就是 反正你買就買對了 但是跌的時間 你就一路坐 坐到5.26元 即是輸一大截 才慢慢慢慢搜回來 但是贏呢 就贏兩毛錢 走都走不及 即是敢輸 就不敢贏 其實呢 在市場來說 真的是這個要介 我們應該做到 敢贏你就敢輸 或者敢贏不敢輸 那你就最成功 何謂敢贏不敢輸呢 一些專業的炒家 買下去的 要贏的 他會贏多些 坐一坐 或者放得指責向上網 不對板 3-5% 最多8% 他便離場了 即是輸就輸少少 贏了 有機會贏多些 但是省匯來說 就剛剛相反 輸了就不捨得走 一路坐坐坐坐坐 坐到升回為止 但是贏的時間 贏少少就走不及了 這個我想 就真的要改善一下 但是短期來說 就股價去到11.26元 今天曾經見過 紀律上已經有少少受制了 12元的收穫 當然要先擺擺 那我想一年的高 是12.8元 暫時來說 就有少少 仍然都是咬著高台的 那如果你說 十二個多 就真的要看後市了 我就沒有太大的一個信心 因為事實上近日來說 雖然股價不斷上升 你看到的 6元、7元、8元、9元、10元 去到今天的11.26元 但是成交 似乎來說 就不是這麼相賠的 那有些是走急著的了 希望未來 這一兩天的市 如果真的在高位繼續摸 看看有沒有辦法 再充公一下 不過就算股價反復好 我想你也是不會走的 不見家鄉是不走的 所以暫時來說 你都不用花太多心機了 唯有是繼續等的 沒有其他去做法的了 好 觀眾朋友 可以參考一下 接著不如就看下隻 先看一隻175 看看車 吉利的 那觀眾朋友 17元有貨 那會不會回到家鄉 想問一下 17元是很久的了 很多年前 當時股價 就曾經升上20 21、22 而我記得好像先過上35元那頭 三十幾元都見過的 但是由三十幾元一邊跌下來 很多中段買貨的那些 就一直都不捨得走 其實你等到17元買 已經由高位跌了一半 你才上車 但無奈 股價都跌到一年的低位 7元左右 就是說不對版 百到十個巴仙 不肯離場的話 現在付出的代價 就真的一直捱 一直捱 底部在哪裏 我都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直到現在當然知道 一年的低位是7元還是2次 都捱得很辛苦的了 上回13元是舊的 暫時來說 視像氣氛好的 唯有等等 能不能上回17元 我都給不到太多意見 因為汽車的板塊 其實我自己純粹個人看 我覺得他們內銷那個 不是太過理想 大家都是蝕住來做的 只不過吉利就去極黑上市之後 炒過一陣上來 但是始終由低位上來 已經升了一倍的了 就算你上回16、17元 有機會看到 怎樣都會先休息一下 不開都開了那麼久 你輸錢你不會走的 就繼續坐著在那裏等 希望能夠見回家鄉 但我的信心都是一半一半 起碼就算見都不會短期做到的事情 很收到的 希望朋友可以回家鄉 接著就不如看看 我們的老朋友BBB 他就想問一下郭Sir 就是303韋亦達的 想問一下郭Sir 可不可以幫他跟進一下目標價 303股價 今早最高見到57元 你知不知距離一年的高位 早前的高位57.95元 相差不是很多 只是小小的 但有一點韋亦達我都不太喜歡 雖然估值不貴 10倍的市盈率 息率有9厘 基本面不弱 但是交頭不知為何 一直都是偏梳的 你看回早前來說 一直都是一個很低的成交之下 慢慢慢慢推上去 你問我怎樣看法的話 今天最高見到57元 6月份有個一年的高位57.95元 暫時來說股價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不過要留意 54.18元 是十天線 如果股價再折多一點 一跌穿十天線 或者足及二十天線 這一陣的上升 暫時來說可能要捉到頂 一看下去就變成雙頂了 第一個頂是57.95元 第二個頂就是今早的57元 不過現在還未確認這個雙頂 因為股價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看看收市那分鐘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如果有錢賺的 需不需要放下指贊位呢 你自己決定 如果要指贊的話 就54元 放低一點點 十天線在54.19元 放低54元 穿了的 賺錢的 就賺了一半先 因為市已經升了不少 大家都等著 明天北水利會不會再升呢 沒有人會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有政策出台 好啊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到底明天是怎樣 就真的明天才知道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自己賺了錢的貨 都是放下指贊就比較好些 因為近期的大市 由8月5日的低位 到今早的高位 九個星期 恆生指導升了6800點的了 你一定不知道 累積的升幅已經不少了 那BBB就可以參考一下 跟著看一下George George想問一下 那位上次3800貼音科技的 就問 可不可以部署追落後啊 這隻 沒什麼信心 真的沒什麼信心 多精規和單精規的產量 是很多的 就是供過於求 其實3800呢 我很早前已經和大家分析過了 因為當時和管理層都吃過了 當時提出 你半年都賺七十幾億 你下半年度如果是相約的話 你的市盈率很低 兩倍而已 那為什麼股價一直下跌呢 是不是有些事情我看漏了呢 到後期來說 可以證實到 因為股價一直下跌到 八角八角九 這個圖看不到 你看回三年圖 你會發覺得到 可以是有跌 不是有跌 人升他有跌 人跌他有跌 總之一個字就是跌 來到現在這分鐘 是由低位上來 已經升了不少的了 小編真是厲害 沒錯 三個八毫 九仙八 一路跌到下去 八九毫子才止步 近日就試上去一個五毫七了 一年的高位 也是相約的 如果過得到的話 很大機會 會輕輕再走高一點點 但是呢 單晶龜也好 多晶龜也好 果粒龜也好 其實產量是很多的 價格鬥得很厲害 所以如果你要買的話 我覺得你都不應該太過重倉 太過大手 近日去上升 可能或多或少 是受到市場氣氛 所拉動的意思 不明白 那George 可以參考 然後我們看看 June June想問一下 郭Sir 1918融創中國 他想問一下 郭Sir 你怎麼看內房股 這一隻他有貨的 剛剛有位觀眾問過 我對內房股的看法 其實很忠誠 不過近期來說 國家既然有政策出代 好像一二線城市的售樓 已經改善了 因為第二套房的首富 由25%減到下去 15% 以及供樓的貸判息率 也減輕 加上近期A股也升了不少 所以令到一些 置業者的人士 開始回復置業的信心 這個對內房股來說是正面的 但是內房股面對的問題 不是這件事這麼簡單 第一 境外的債始終還未解決 第二 內房其實以往就是 建樓工廠 我講了很多次 但是現在重中之重 對政府來說 是希望能夠令到 置業者的信心 開始逐步逐步恢復 那一線和二線城市 我覺得都應該是有些改善的 但是去到三、四、五線城市 我想情況仍然還是偏淡的 因為當地人均的收入是比較少 經濟動力不夠 就算政策下限都好 事業者的信心 未必會太快恢復回來的 如果有貨在手的 你願意捱的就捱了 如果你問我買不可以 我自己覺得就不應該買的 所以我對內房股的看法是比較保守 不過近期來說 既然政策出台的 就炒一陣了 這個是投機性的 純粹是投機性的 今天的股價已經下回3.2.8 上天收市是3.52 指數是上升的 但是股價已經是持續下跌 就是由1、2、3、4 從4天衝高之後 由3.51那天開始 直到今天已經連跌3天了 如果有貨在手的 有錢賺的 我當然希望大家計算 如果你說不捨得走的 就真的自己決定了 我是不會作任何推介的 專門就想一想 然後時間就差不多了 小編又是時候提提大家 走之前記得給個like 支持一下郭Sir 支持小編 她做越好 當然要支持她 多謝大家多多包容 等下4點再見 另外明天沒有郭Sir快答 明天沒有 因為我10.9到10點 要在中環TV做節目 所以來不及做郭Sir快答 要到星期三才做到 郭Sir快答到星期三才見面 等下4點半 郭Sir財經直播室等大家 好 拜拜 可以按個Superfans 給多些支持我們 多謝